講到這個書籤,其實在Google有推出好幾個跟書籤有關的工具 那麼這裡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 我先把這個比例藏起來 這裡有一個叫Google Set 那這個差在哪裡? 其實你應該先回頭看一下 你用書籤有什麼缺點 你們有注意到用書籤有什麼缺點嗎? 都沒有,整張好好 書籤只有那一台可以用 別台可以用嗎? 除非你有做同步,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加到書籤裡面的請問可不可以支援檢索的功能 搜尋的功能 你都沒有想過書籤也要可以搜尋嗎? 因為你都分類分好的,所以你認為永遠都在那裡 我都一定找得到 你覺得不用搜尋嗎? 那有沒有可能 這個網頁 你要加入你 我的最愛或書籤裡面的這個網頁 它有可能 我應該 比如說你有一個是列在 跟 比如說跟 氣管有關的 那另外一個我把它列在跟 生活有關的 都是同一篇文章 如果你是 因為我們的書籤是用所謂的資料夾概念 同一天文章可不可以給他放在兩個資料夾 跟檔案總管概念一樣 不行嗎? 所以你最後的結果就是 一個加到剛剛的 生活的 一個加到氣管的 這樣你的書籤會不會重複? 會啊 然後你就以量取勝對不對? 說我的書籤有一千多個 結果一堆重複的 這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找我的書籤給你看一下 不過老實跟你講 我也 越來越久不用書籤了 因為書籤已經不夠我用了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擴充工具 在這裡 Google的瀏覽器可以裝擴充工具 那像火狐啦 甚至連現在IE的Edge 比較新的這個Edge Win10之後的Edge 也可以裝擴充工具 不過 IE 畢竟比較晚才有資源這樣的功能 所以 大多數還是以Google Chrome 火狐 比較多 那麼 你看 我先從這裡 我給你看一下 我以前也很認真整理 我的最愛 好 給你看一下我的標籤 不是 在這裡 打開 你看這裡 我以前也很認真整理喔 你看 有沒有 我都跟你一樣 是不是做資料夾分類 都有 那我以前做的這些 你可以怎樣 可以用匯入的喔 在這邊我們可以把它匯進來 可以把它匯到我們這個裡面 所以如果你以前已經有做了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把它匯進來就好 那匯到這邊之後是一個雲端服務 所以今天不管你走到哪裡 即使你用手機 可不可以找到你的最愛 可以 今天你在不同裝置之間 可不可以看到你 整你的最愛 可以 而且大家都是一致的 不會說那一台最愛比較舊 因為很久沒觀光了 沒有帶他出去玩了 所以都是另外一台的 你們現在發現 不同裝置的我的最愛 都不大一樣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做所謂的 流氧器的同步的話 事實上這個是很容易 怎麼樣 開始就亂掉了 那你看 除了有這個標籤 我可以這樣直接點以外 事實上 最重要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有什麼 有 這個 搜尋的功能 所以你如果記得 我記得我曾經找過一個網頁 比如說 我要找 跟這個 網頁比較有相關的 我找 HTML 好了 跟網頁相關 HTML5的 那麼 它就會列出來 跟HTML5有關的 書籤 有沒有全部都出來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還是你比較喜歡 一個一個資料槍慢慢打開 總有一天會找到 你不要忘記了 當你愛很多的時候 後宮加力三千 要找好找嗎 很難找耶 真的啊 所以可以像這樣 而且怎麼樣呢 你看一下喔 今天 比如說我找一個網站 好了 來 我從這裡 我現在找一個網站 好 假設這個 這裡有一個網 網頁 我想要把它交入我的最愛 那我就從上面這裡 這邊 點一下 好 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直接新增標記 而且 你在這裡的時候 它已經把你原本有做的標籤 還有那個目錄 有沒有全部列出來了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加進去 比如說這個我可能是跟 收據引擎 有關的 好 你可以再增加 也就是說我今天 這個網站 它有可能 屬於這個部分 也有可能屬於 這個 跟 我看一下 把它 剛剛是收據引擎 再來是 這個 部落格 好了 有沒有發現我已經加兩個標籤進來了 也就是我同一篇文章 我不需要 重複給它 放到不同的資料夾 不用加入兩次 我的最愛 我就在標籤裡面把它設定好 如果 萬一這裡面沒有你的 你可以直接新增新的 就在這邊打新的標籤就好 下次它的分類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等於同一個 我不需要一直重複 那好了之後呢 就OK了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你到剛剛的那個裡面 你就會看到它 我剛剛還沒有把它加進去 或者你如果直接從這邊 Mac 看一下有沒有 我剛剛好像沒有按確定 不過你可以發現 這樣有沒有跟你單純用書籤 比較不一樣一點 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 Google有這樣的服務 那它是屬於一個擴充工具 所以你在這裡找 你可以找一下這個 知道擴充工具要去哪裡找嗎 有一個 叫Save to Google 你可以按一下管理擴充功能 管理擴充功能這邊 按一下 找到它 捲到網頁最下面 各位捲到網頁最下面要怎麼跳 滾滾滾 只是最 最不OK的方法 End 有沒有這樣就跳下來了 或者你要Page Up Page Down都可以 在這裡 就有一個 叫取得更多的擴充功能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找到那個關鍵字就好 比如說我在這邊 Save to Google 這樣 你就可以找到 還有一個 應該不是這個 已經新增了 我看一下 如果你已經有了 它會像我上面一樣 會像上面這樣 就直接平分 那如果沒有了 就會出現在後面這裡 有一個加到 Chrome裡面去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 那這個是第一個 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瀏覽器 其實有很多工具 也很好用的 可以幫助各位比較方便一點